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得保管好点 今夏懒得再废话 直接夺过了陆毅手上的手机 随即看了看时间 正好九点 时间总长为一百分钟 今夏把试卷递给了陆毅 开始 等等 英语六级的考试时间总长为一百三十五分钟 你怎么给改了 对呀 我监考由我说了算 如果陆毅的手臂没有打石膏 别说一百分钟 就算是八十分钟 她也能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 她明白 今夏这小丫头是故意在整她 等着看她的笑话 她一定一定不会让今夏如愿以偿的 今夏用自己的手机放着听力 她的手机距离路易很远 声音又很小 路易听得模糊不清 不满道 你能不能把听力的声音调高一些 抱歉 我手机声音只有这么大 那听力部分弃考 英语听力部分可是至关重要的 弃考岂不是测不出陆毅的实力 今夏将一幅蓝牙耳机递给陆毅 这样总行了吧 陆毅笑笑地回着道 不错 她一笑 她就恼 鼻青脸肿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双眼死死地盯着陆毅 生怕一个眨眼的功夫 陆毅就做了B 陆毅全身贯注地做着试卷 偶然间抬头 发现今夏闭上双眼的头摇摇欲 她不怀好意地打了一个喷嚏 把今夏吓了一大跳 今夏瞬间清醒了 不满的目光往陆毅身上望去 陆毅在认真答卷 她想说点什么又出师无名 只能在心里抱怨了几句 转眼间时间已经接近尾声 今夏好心提醒 还剩15分钟 陆毅不理会 认真答题 今夏瞟了一眼她的试卷 陆毅连作文都还没写 她挖苦着 实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懒瓷气活 陆老师我看您啊 还是放弃算了 省得浪费彼此的时间 陆毅忍不住回了巨岛 你不是说中途不能弃考 啊 我的意思是说可以提前交卷 陆毅不谢羊了羊头 急什么 时间不是还没到吗 金夏道 好吧 我就再多浪费些时间 随即邪恶一笑 他满脑子都是陆毅下不了台 恼羞成怒的场面 陆毅不屑摇了摇头 他满脑子都是金夏认输的场面 陆毅的思绪回到卷子上 用着他不太灵活的右手写着作文 他心想着 等以后有时间了 一定要用左手练练字 把自己变得无所不能 时间到 金夏轻快的声音响起 他等着看陆毅的笑话 陆毅把试卷交到他手里时 他惊呆了 十多分钟的时间 陆毅竟能写好了一篇作文 还是用不太灵活的手 观见自己非常工整 或许陆毅知道 英语是金夏的弱项 胡乱写来忽悠金夏的 金夏急忙用手机查 他傻眼了 语句没有一点并据 而且文章内容紧扣主题 金夏小心翼翼地 对着陆毅其他答案 心里呼喊着道 错错错 奈何都是对 除了作文金夏不知道打几分 其他全部满分 他两眼发直 始终不敢相信 可陆毅在他眼皮底下 也无法作弊 刚刚他瞇了那一回 都没有一分钟 任凭陆毅神通广大 也无法作弊 陆毅是流过学 还是从小就在国外长大的 他近年来的影视作品很多 根本没有时间去留学 猜测陆毅一定从小就在国外长大的 对 对 他记得陆毅的个人资料里 提过陆毅从小在国外长大 上大学才回国的 合格吗 陆毅骄傲地问着金夏 对于从小就在国外长大的 他的成绩 金夏也不觉得有多稀奇 还行吧 陆毅高傲地点点头 那我是不是应该测试测试你 这 这就不必了 他是于晴晴的得意门生 专业成绩都很不错 唯有英语惨不忍睹 真心不想在陆毅面前暴露 也不想听陆毅是如何损他的 不测试 我怎么知道如何能让你过四级 这家教他是想当定了 可金夏实在不想让陆毅当他的家教 英语再好又如何 为人那么不真诚 陆老师 我觉得我们不投缘 家教的事就算了 金夏是真的生气了 陆毅心中很懊悔 早知道就不走那一步了 学习你还讲究投不投缘 学校你可以选 可你的老师和同学你能选 何况我也还没答应 一定得做你的家教 万一你是个阿斗 我可不想浪费时间 这么看待他 金夏心里窝火 他也不想发火 淡淡道 对 我就是个阿斗 所以陆老师你还是走吧 这 这 软得没用 激将法没用 那就来硬的 那就不用测试了 直接上课 他都这样了 陆毅还不走 他十分纳闷 你为什么非得当我的家教 挑战自己 陆毅假而言之 金夏沉默了一会才道 所以 所以我成了你的小白鼠 正确 我要是不愿意呢 当你们学医的用小白鼠来研究时 你们问过他的意愿了吗 我是人不是小白鼠 假如你失败了 该如何赔偿我 送你出国留学 费用我出 年限你定 这样岂不是跟陆毅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那婚约能解除 能 只要你能说动两位爷爷 我OK 好 成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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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